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中国房地产的轻衰深受国策影响 人民银行往往透过调节按揭利率的高低 达到调控流市的目标 因此,观察内地按揭基准利率有助预测流市的去向 按揭利率的高低对住房贷款的需求影响相当大 内地会以上浮或下浮按揭基准利率去控制按息的上落 按息低自然吸引贷款的需求 相反,按息高,置业者相对会较为审实 内地每个月都会发布按息统计数字 其中,融360的按息资讯是市场最常用的数据 在2016年,国内按息在4厘半左右 住宅销售增长曾经高达7成 楼市交投相当长黄 相反,在2018年按息升到5厘半以上 住宅销售增长跌到不足2成半 人民银行每个月公布的新增贷款之中 有一项居民中长期贷款 这项贷款主要是按揭贷款 我们可以从居民中长期贷款的增减 分析内地流市的活跃程度 好像在2016年那样 新增贷款几乎全部来自居民中长期贷款 正好与当年内地流市火热匹配 总结而言,按揭利率的高低 对内地流市的影响很大 我们可以观察央行对按息的调控 判断流市的前景